艷莉愛來告訴大家 今天今天如果去鄉 去鄉請 我們壽星領不了這麼多錢 不然好了 展一間房不然來做包租公 欸 包租公愛主義喔 特別是五個月後 房地合一歲要上路囉 對 沒有錯 因為事實上剛大家聽完 蔡總的分析之後 都會知道說 在台灣現在低薪的一個時代 你要靠本業賺大錢 累積一大筆的財富 坦白說真的不容易喔 所以很多人就想說 那是不是有機會 跟蔡律師一樣當個包租公啊 然後你養好幾個啞巴兒子啊 幫你養老嘛 對不對 好 可是問題是就算呢 當你買了房子 你極有可能收不到租金 或者是房子根本租不出去 或者是呢 你的房客遇到二二房客 他根本呢 Delay你的這個租金的狀況 會那麼慘嗎 我租房子就是要穩穩的過生活 跟他一樣過著安定的生活 你剛剛講到好幾顆地雷 會發生嗎 會 真的是變數很多 所以事實上現在很多建商 看準了消費者的一個 這樣的一個心態 他們就在呢 大安區跟中山區 推出了所謂的售後回租的 這樣的一個 新建案的一個專案 簡單來說 這個專案就是呢 保證包租期是有三年 而且每一年的租金收益率 至少是高達3到3.5% 那不就很好了嗎 保證你有3.5%的收租啊 對 所以呢 那個建商呢 他們就不停地強調啊 那反正過了這個包租期之後啊 你把房子要賣掉 或者是你繼續租給別人 或者是你要自己來住 真的是非常的這個自由 你可以有各種不同的一個選擇 那也因為我們剛剛強調 他保證3到3.5% 跟銀行的一年期的定存率是1.3 3倍 沒錯 所以真的是吸引了很多 穩健保守的族群呢 來買這樣的一個房子 是 好 那問題是這個 建商沒有告訴你的事實的真相是什麼 是什麼 有兩大真相 那第一大真相就是呢 這個房子呢 過了所謂的一個包租期之後 他的租金的收益率 還可以維持在3到3.5%之間嗎 等一下 這個不知道嘛 所以他guarantee你的時間 其實是有限制的 有限 一般來說 目前市面上的主流就是保證三年 喔 三當 三當過 我都各憑本事啊 各憑本事啊 也要看你的運氣好不好 也要看這個房子到底好不好租嘛 那第二大變數 第二個 建商沒有告訴你的事實的真相是什麼 就是 重稅時代來臨 那你這麼多的房屋稅 還有房地合一的相關的稅率加進去之後 會不會稅金吃掉了你原來的租金收益率 欸 這個極有可能喔 應該不會吧 我們租就是要租 那種探卡救你啊 還會被吃掉租金 可能不夠外的豆條 沒錯 還有可能這個產生豆條的一個情況 好 我們就來幫大家做一個一一的拆解 這也是一個這個 目前一個真實的一個案例喔 是 有一個建案呢 我們來看到是 2009年的時候 他推出來的時候 每一瓶開價是85萬元 同時呢 他也是打出我們剛剛說的 售後回租的一個方案 對 那他的包租期是3年 租金的收益率也是3.5%左右 就好日子過了3年 好 沒錯 這是一個 六福劇的一個建案在中山區 對 那麼當然 因為事實上 根據這個平面媒體的一個資料 他的一個包租期已經在上半年已經結束了 那 根據大家的一個估算 以目前的成交跟租金的行情來計算 他的租金報酬率現在只剩2.6%耶 欸 你不是明明告訴我3.5%嗎 不過那就是3年 3年過了 大家拼好的照片照驚 三年驚完就隨人過世面 最後3.5%一下子掉到了2.6% 可是 這樣也夠了吧 當然是比銀行定存要好一點 可是當然還有其他的 我們剛剛講的 有個稅制的部分 你把稅制加進去之後 欸 只有可能你這2.6% 通通都吐光喔 這很嚴重耶 所以 當然以為2.6%比定存好一些 這個啞巴兒子 可是你要養他的時候 可能會啃你的骨 巴你的皮 吸你的血啊 對 要養兒子真的不容易 我們來看相關的一個稅制 真的是非常的多 第一個當然就是現在大家還滿耳熟 那一行的房屋稅 對 因為事實上之前要打房 所以呢 寄出了很多的一個相關的一個稅制 以台北市來說好了 非自用住宅的部分稅率呢 最高是到3.6%耶 餵你一年的租金投包率也不夠3% 2.6% 對啊 你過世這個部分就要吃掉你的一個 租金的部分喔 是 好 那更不要說房地合一稅了 最新的房地合一稅上路之後呢 它是規定 如果呢你是只有2到10年之內你就要賣出 也就是說你10年之內就要賣掉的話呢 對 因為你這個不算是自用的住宅的一個 享受自用住宅的一個匯率的 是 這個優惠的一個措施 所以你還是要被科資本利得稅 有20%的一個稅金耶 所以其實對很多的這個想要買 這樣子的一個房子的觀眾朋友來說 我會建議大家就是 比如說我買 好 我買之後呢 我發現呢它過了包租期 那我到了第4年之後呢 發現它的租金生率只剩2% 那我很聰明嘛 我就想說那我試試把這個房子賣掉啊 我去買一些這個投包率更好的一個商品對不對 解了它 但問題出現了 解了它 問題出現了 我要被扣20%的一個稅金耶 好可怕 那再加上每一年的3.6%的房屋水 那我是不是當初賺到的其他的一個租金生率 全部都吐回來了 全部都吐光了 所以今天是抱著這個燙手山芋 所以亞巴兒子進也不是退也不是 你抱著它3.6% 3.6%的扣 你要是賣了它 20%租金等著你 沒錯 所以這個亞巴兒子 真的是不好養 不容易養 相關的一個成本真的非常非常多 好這個時候觀眾朋友就會說 那我不要買這樣子的一個房子 我是不是可以跟蔡律師一樣 我就專心單純當一個包租公呢 那每一年的時候很多很多很多的租金 那當然這是一個美夢 那事實上我們也發現就是 也是有很多的房東 他遇到二房客啊 不是只有這個類似這樣 張淑金這樣的一個案例而已 所以喔 你今天要想要做包租公 剛那顆地雷種稅就給你明明漫漫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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漫 現在的第二顆地雷 自古自始皆然 奧客 沒錯 這個奧客 而且奧客還非常懂法律 你遇到这种奥客 你真的是吃不完兜着走 孙先生包租公孙先生 他就是遇到这样的奥客 他不仅损失的是将近400万的租金 也感觉他真的是 每天都非常难生活 故事是怎么发生的呢 这个孙先生他有五间小套房 还有一间金店面 那以他过去的每一年的 平均的收益率 大概是4到5%之间 这是跟他老婆 对 过着非常好的一个退休生活 而且这六间房子里头 当然这个金姬姆是谁 就是在松江路的这个金店面 是有30几坪 是 话说纠纷的来源就是在两年多前 那孙先生他就把这个店面 出租给一家这个生计公司 那负责人是一位江先生 那也很好啊 干干净净的生计公司啊 没错啊 感觉上这个经营项目还蛮多元 做什么抗UV的雨伞 然后这个不离子的进水器等等 那孙先生看到江先生就是 非常的认真打拼 然后再加上这个江先生不停地跟他说 我的客户喔 都是欧洲大客户喔 没有问题的啊 你要相信我的业绩很好 所以呢 这个孙先生就觉得说 租给这么好的房客 每个月稳稳收20万 没问题的啦 太方便了 一家有多少啊 20万 20万 然后签约两年 所以就有 确定有480万的收入耶 对 这是理论上 理想上的一个状况 好 那问题是在说 因为孙先生他也觉得说 他一方面他也想要结税嘛 所以他就跟江先生讨论说 那是不是呢 这样子好了啦 就是 原则上呢 你还是付我20万的租金 但是我们不要去公证喔 所以当你的公司要申报 这个相关的税的时候 你就帮我申报你的租金 只有5万块 都没在看新闻 那蔡律师在这里 不是一般说 公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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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对不对 都没在看 对 那我个人觉得 孙先生他纯粹就是想要结税 这样的一个心态 那确实前5个月 租金都非常 收得都非常非常的顺利 你每个月都收20万20万20万 所以大家就心照不宣 我让你登记5万 但是你还是实际给我20万 对 那孙先生也觉得说 哇 真的是收租金 收得太开心了 这我磕不到我的税 没错 好 可是问题是呢 5个月过去了 孙先生发现说 奇怪这个江先生怎么 这个月的房租 店面的租金 居然只有给我2万块 那孙先生就跑出问江先生 他说发生什么事啊 你怎么租金少那么多啊 少18万耶 没错 那江先生就说 孙先生你也知道吗 你有看新闻吗 最近发生的欧债风暴啊 你知道我的大客户 都是欧洲客户啊 那我的客户出了状况 他们没有办法给我货款嘛 所以拜托你就其实 这个让我通融一下 我过几个月呢 钱够了 我一定还给你 罚礼之外 不外乎人情 前5个月人家也 对不对 叫聘教给他再缴钱 没错 那其实事实上 孙先生其实也蛮宽带 这位房客的 那只是没有想到 每一个月每个月都过去了 这个江先生几乎 还是都没有给20万 他就每个月付个2万块 付个1万块 甚至8千块 搞什么 20万的房租 你跟我有一搭没一搭的 没错 你货款要进来了吧 甚至只给到8千块 太扯了 所以这个孙先生他就觉得说 到底在搞什么 他就有一天跑到 这个江先生的这个店面去 就是当他的这个房租欠场 多达80万的那一天 对 孙先生就跑到江先生店面去 就大声 老人家嘛 因为你欠我这么多钱又不还 然后难免声音越来越大声 然后越来越激动 然后这个孙先生就跟江先生说 你到底在搞什么鬼啊 看你这个非常精明的生意人 居然欠我这么多钱不还 这时候呢 江先生就非常的冷静 冷冷他也不跟孙先生对嘲 你欠了一堆赞 你居然可以冷静的下来啊 他非常的冷静 他冷静的下来 他也不跟孙先生对嘛 他就拿了一本六法全书 你拿六法全书干什么 他就跟孙先生说 孙先生你在骂啊 我这边有监视器哦 你在骂啊 你想干嘛 怎么样 房东来跟你要钱千金地义啊 不好意思哦 我对法律很熟悉哦 六法全书你看到了吧 如果你在骂 我就要告你私闯名字啊 哎呦 这我的房子耶 我租给你这我的房子耶 孙先生其实他也有一点法律概念 他说对 这确实是我的房子 可是因为我已经租给你了嘛 所以确实可能会有私闯名字 这样的一个疑虑 孙先生他虽然很生气 可是他也知道部分理亏 没办法没办法 孙先生很像啊 可是我要来要 我要来要钱 我要不到钱还差点被你告 这就怎么办 好那孙先生理亏嘛 不是理亏 孙先生他就知道说 他确实是有一些法律上 这个漏洞的一个部分 对 好那那后来反正就是江先生 他一直不肯搬出去 那这个租店面到了一年 买一年的时候呢 孙先生就跟江先生说 哎这样子好不好 算是我求求你 拜托你 你过去呢 积欠我一百多万的房租 我通通跟你一笔勾销 是吗 对你都不用喊我 你只要现在立刻给我搬出去 让我的店面可以租给别人 我有新的租金收入求可以了 我拜托你我求求你 天经地义 七个月房租不给你收了 还有什么比这个更好 走你给我走 对 那可是没有想到 江先生真的是非常的皮条 非常的这个不要脸 江先生这时候也是又冷冷的说 我懂法律的哦 我有六法全失窝 你在这边继续凹下去的话 我要想办法告你 你逃漏税哦 你这害我去想得太 张淑金小姐啦 只是房东房客对调 是不是 对 然后呢 对那江先生就说 你再查 我就要去跟国税局去举报你哦 因为你逃漏税啊 哇 这交情这样戳到死穴 那当然我给你拼好 你知我知心知肚明 让政府克不掉税 我方便你去报五万 哇你拿这个来戳我啊 对那 其实孙先生最担心的 就是这件事情 因为他一直在做逃漏税 结税的一个动作 对啊 好啦 这个部分他真的自知理亏 他就只好回去 跟他懂法律的朋友 做一些商量 他朋友就说 我们不能再这样软下去了 这样子好了 我们对江先生进行假扣押 万一他 反正他总是有一些货款嘛 那等到这个朱约 两年真的到期之后 他搬出去 有些货款我们可以 对他进行假扣押 到时候朱欠 欠你的三百八十万 就可以要回来了 所以司法之前 大家武器要对等 你给我耍赖 我就去假扣押你 对没错 可是呢 不幸的事情还是发生了 怎么了 就是呢 朱约满两年了 那孙先生就去 江先生的店面一看 哇好多货 太好了 通通扣下来 没错 可是这个时候呢 就有这个公司人 跑出来说 孙先生 那不是你可以拿走的 怎么不是我拿走 你欠我这么多租金 这是我们欠其他 上游客户的货 所以我们是要给上游客户 所以我看得到 我拿不到 原来你欠了很多人 这个已经有债主了 没错 而且事后 孙先生才发现 原来江先生名下 没有任何一毛钱 已经没有任何 名下没有任何的财产 所以事情发生到这边 孙先生只好跟江先生 去诉诸法律 然后对 那三百八十万 到现在还是没有讨回来 我刚才是要出水 要出租而已 刚才就完清借助了 好 我们看到这个地方 大家就会想说 在五个月 房地合一就要上路了 我想蔡律师来 跟我们讲讲看 这样的包租公 养个哑巴儿子 会不会越来越难 地雷越来越多 来讲一下 其实我刚听 叶丽讲的故事 我发现最适合 当房东的职业 就是律师了 我发现都会遇到纠纷 其实我就遇过了 那个房客就明明 不缴那个租金 结果那个房东 做了两件事情 第一个 断水断电 看你会不会搬走 第二个 从外面给你换锁 结果这个不行 房东气得要死 那是因为你没有缴房租 那法律上你没有缴房租 你告他民事 结果你做这个事情 要告你行事 这个是妨碍自由 更严重 那个房东跟房客 赔他五万块 欠了住金都算了 赔他五万块 握握手之后 请你原谅我 然后我也遇过那个 我觉得他房东当太少了 你知道吗 他一辈子第一次当房东 结果租给那个通气贩 那敢说什么 去抽签 第一次就抽到签网 其实我自己在当房东 我遇过这么多房客 我要凭良心说 房客里面有不好的 可是也有很好的那个房客 那我觉得 大家会觉得房东很难当 是因为你进场的 那个时机点不对 我觉得当房东 现在是好的时间点吗 现在不是 当房东有两件事情 第一个一定要放长期 像我有的房子 已经租人家十几年了 我都是设定 有4%才能去买 那一个月租金不用多 1万块就好 一年就12万 那十几年就100多万 我的头续款 其实早就已经回来了 所以不要觉得房东很难当 现在市场上很多房东 是因为他买得早 那当房东要怎么样 房价进场一定要很便宜 那我有算过 房价便宜 一辈子只有三次机会 三次 二十年一次循环 我们人如果活80岁 刚好你出生 就是房价低点 零岁20 40 60 80 那我讲 零岁买什么房子 不用买 80岁那么老 也不用买了 所以只有20 40 60 是房价的低点 那我们现在房价正好 从低点走到高点 已经过了一半了 我们等他从高点 再跌到低点 张青乐已经说话了 未来5到7年 所以这个房价低点 如果到了 买来当那个房东 是一个不错的时机 7年后会是一个时间点 尤其最近要晓得 很多房客要去找房子 发现很难找 为什么 因为有些房东想要卖房子 那卖房子里面有房客的话 很难待看 他干脆就不租了 所以我们这种早期的房东 最好 我们正在出租 然后其他人都不租 我们的竞争力是降低的 所以同一个时机点 我们要注意 有不好当的房东 也有好当的房东 差别在于 你进场的时机点 是很重要的 好 别人的危机 就是我们的转机 但是